AI龍頭內鬥崩暴越演越烈 Chatt GPT之父也就是OpenAI前執行長奧特曼 遭解雇後確定轉戰微軟 消息一出OpenAI共同創辦人兼總裁 布洛克曼也火速宣布此時跟進 微軟執行長也發文證實 網羅兩名金童加入全新的AI團隊 而且挖角的恐怕還不止這兩名大將 OpenAI令找Twins前執行長希爾出任執行長 此舉激發內部大反彈 七百名員工中近六百人發起連署威脅 若奧特曼不回鍋 董事會不解散 將集體跳槽到微軟 而這一點串風波 奧特曼居然早在七月就一語成誠 這波內部動盪讓OpenAI的投資者冷汗直冒 擔心數億美元投資可能蒙受災難性損失 考慮起訴董事會 相較之下 微軟可是越為大贏家 週一股價衝上新高 瞬間切換優化 視訊背景各項功能提升 尤其微軟近期引入人工智慧助手 Copilot 將應用程式 像是Word Excel PowerPoint用法全AI化 改變用戶使用型態效率加倍 加上延覽Chad GPT支付助攻AI 未來發展勢必更將如虎添翼 閃電新聞 監選會報導